大家好,我们是参考书推荐平台 然后我们有录制demo影片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影片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参考书推荐平台 我们是一个为高中生打造的参考书交流区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由学长姐撰写回馈的方式 让学弟妹来浏览,进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参考书 那关于我们的源起呢 就是在高三那年,我们在面临学测的时候 我们看到书柜上的参考书蓝满目 但是却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挑起 或者是就是买了之后才发现这本书不如预期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 接下来进入我们最重要的demo的部分 那这个平台最重要的功用当然是让大家查询自己想要的书 那我们这边做了四种方法让大家去查询 只要有一种方法是有填的,就可以去搜寻 那我们这边用这本书当作一个范例 每一本书我们都会有量化的评分,还有文字的评论 这本书不是这个封面这个按钮的,按下去之后 就会自动寄一封信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去更新这本书的封面 那好到最下面会看到两个按钮 一个是找二手的话会连到我们的合作伙伴的网站 那刚才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会再细说 那如果按去评论的话就会去到我们等一下要demo的评论的页面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评论的页面 算写回馈 好的,那我们这边填一下科目 他就会自动帮我们搜寻出这个科目里面有哪些书 那如果你要找的书没有在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就可能要麻烦使用者再去帮我们新增一些书籍 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也会再demo 那我们鼓励使用者留下一些文字的评论 所以我们也写了一些小提示给大家 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写的话可以看这边 那顺带一提我们文章上面所有的文字评论跟留言 都是经过审查之后才会出现在网页上面 就提交 提交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兑换码 那这个兑换码可以到我们的合作的网站 书爱流动那边去兑换知识货币 因为每一本参考书都要在资料库里面存在之后 才能被使用者评论 所以如果使用者找不到他想评论的书籍 就得先来这边帮我们新增一下参考书 那我们现在先随便新增一本书当作范例 那这个书本名称 打完之后他会跳一个alert出来 你说资料库里面有哪些相似的书籍 那如果这些书籍已经存在我们资料库的话 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去评论 那提交 对然后就成功新增书籍之后 就可以从我们的浏览清单里面找到这本书 自从上次优化工作坊到这次的demo day 我们有针对评审的建议去做一些更新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留言板 为了要增加他们的社群故作度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版 一个就是读书技巧版 可以留下自己的读书技巧 另外一个就是心情 那现在在读书技巧版留言的话 审核通过之后 可以去书籍流动那边换他们的书 我们也一样四折弄一折 这边就有兑换码 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好可以来讲一下我们的后台 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审核系统 帐号跟密码说完之后呢 就进到后台 可以审核评论跟留言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先看一下刚刚的留言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一折把它按通过 好耶 回去看一下 就跑出来了 这次又跟另外一组参赛者 数位流动来合作 他们是一个二手参考书的交换平台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合作可以带给 使用者更顺畅的使用体验 那第一个合作内容就是 刚刚大家都有看到的找二手按钮 那边点过去就会点到他们的网站 大家就可以去那边看看 看有没有讲要的二手书籍可以换 第二个我们等一下再回来demo 第三个的话就是 刚刚也有讲过的留言 或者是评论什么通过的话 就可以拿兑换码去他们那边兑换书籍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来demo一下 首先我们到书外流动网站去捐本书 demo 然后从这边跳转到我们的填写评价页面 也在刚刚那本书那边好了 好耶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酷酷的兑换码 现在去后台审核 这笔资料 我都会让它通过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笔资料出现在上面 还有一个酷酷的徽章 那为了让我们的使用者可以追踪参考书 推荐平台的后续进度 我们有注册一个电子报系统 而且有开了一个IG粉专 那粉专内容可能之后会整理一些大家推荐的书 或者是一些教学的贴文之类的 那我们也有在Google上面键 Search Console和Google Analytics 也会给我们一些资料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从这个网站架设好到现在 它的总浏览次数已经有3.5万 如果在Google直接搜寻参考书推荐的话 往下滑一点点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平台 那从这个平台见好到现在 我们也收到了不少使用者回馈 大多数都是蛮正面的回馈 所以这个平台对他们来说帮助蛮大的 好 让我们感谢团队的发表 接下来看评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的 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有没有可能被商业公关公司的口碑行销给贡献 比如说不管是AI或真人 就来这里留一堆参考书上希望他们写的话 那你可能也无法分辨真位 那碰到这样情况怎么办 那或者他有可能是实名制吗 譬如说好我是几年级的学生 我曾经在什么时候用过这本书 有可能增加像这样子的栏位吗 然后再来是如果说出现了不实的意见 譬如说这本书编得很差啦 然后哪里有错哪里有错 那但是因为你们的审核 我目前看起来比较是偏行式的 不太会去做实质的审核 那怎么避免这样的错误资讯出现 谢谢 他如果既然是书籍 他应该理论上都会拿到一个 ISBM的编码才对 但是我看你们的新增书籍 任何界面上都没有 这一个书本的唯一识别码 方便你们去做索引 或是去看到说 这本书是不是被重复填写了 的状况 对那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 考虑这个设计是忘了还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重复新增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也没关系 对 我问一下你们希望是谁来推荐这些参考书 是老师 学生 还有书商 或者是一般的爸爸妈妈 好 我也比较想好奇说 因为两位好像都已经离开高中了 所以已经到大学 所以在高中的现场 回顾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开发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于现在还在念书的 学弟妹也好 或者是曾经的老师 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的回馈 在实际上要升学的过程也好 或学习的过程 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参考书 推荐平台 他会在什么时机点会使用 这部分的有没有尝试去询问过一些现场的朋友 谢谢 好 那感谢评审的详细提问 请团队针对评审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好 那第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被商业贡献的部分 那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当初是想要用审核的机制来去解决 但是如果是像刚刚评审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没错 那实名制 我们当初没有想要做实名制的原因是因为 这样会就是如果使用者还要注册才能去使用这个平台的话 可能会让大家不想要用 所以我们才不想要做实名制 然后因为我们也不想要去碰到一些关于使用者各自的问题 所以才不想要做实名制 可是如果像是刚刚评审说的会有商业贡献的问题 那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做实名制的这个部分 好 那关于ISBN编码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有道理 对我们当初是没有想到 那就谢谢 嗯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他是可以让学生自己新增参考书的 那我怕说就是加ISBN会增加他们 就是去找一本书出来 然后放上去的那个困难度 这样可能会觉得更麻烦 那关于由谁来推荐参考书的部分 呃我们当初的想法是由 呃比如说我们已经考完学册了 那我们可能用了很多书 那我们就可以去跟学弟妹讲说 我们有哪些书觉得好用 哪些书觉得有问题这样子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主要课群还是针对学生 嗯 那我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高中生 有没有意见回馈的这个部分 其实呃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社团 我们高中有社团 然后我们社团出来 然后我们学弟妹也会给我们一些回馈 那其实他们都觉得还不错用 然后也有给我们一些可以改进的方法 对 呃我们旁边那个Navebar打开里面有意见回馈表单 是一个匿名的Google表单 就是大家可以从那边去新增他们的一些意见这样 然后关于刚刚那个不实意见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算写回馈的那一个网页上面有写说 就是如果写说太偏激的言论或者是之类的 就就不会通过 像是 可以讲 就像是我们之前有看到一则评论说什么 呃这本书我读我写不下去 他就是垃圾那种 我们就不会让他通过 那我们就回答的差不多了 谢谢 好让我们以掌声感谢团队的报告与回应 那我可能会合好 你赔得下来